大家早安 我是猴的老公 我刚搭乘公车666乌铺铺线 抵达双溪口专下车 现在也要前往双溪口第一停车场 与台北市山运协会的伙伴们集合 今天要走淡蓝古道南路的 石定吊桥道平林茶叶博物馆这段 今天带队的向导组别 是由蔡火生蔡大哥所带领的第六组 依照网立先来各团体大护照 第二组的昆志美兰及美慧也来通了 领队火生哥在说明 今天的行程以及要请大家注意的事项 现在是上午8点35分 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行程 此次我们走的是淡蓝南路其中 淡蓝吊桥至平林老街的阶段 我们下午8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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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程15.14公里 耗时7小时32分 韩休息拍照用午餐 刚才肖肖走在前面的大长队是赵芳 我的叫啊 诸葛孔明 至于原因呢 待会儿影片中再跟大家说 由于台风刚过 预估山境上会出现一些岛墓 以及山溅水 部分路段因为行走的人少 杂草及青海也会不少 YouTuber在影片中分享 或提醒某些路段要注意的事 也是YouTuber的重要工作之一哦 话越多 打字打的就会很累 哭啊 队伍一路沿着高速公路下的石阶步道 来到了要左下界的石定西西边步道路口 一旁带休息的大哥大子说 因为台风有土石流 所以路风了 所以我就只能先右上街产业道路 再左转踩马路前往石定西街了 沿石定西封闭的路段 就是图中圈起来右边较粗的这段 左边较细的就是我们改走的产业道路 不过幸运的是 最后两条路都还是交汇在一起 只是少欣赏了一段石定西的河岸风光 左边就是那封闭的河岸路段出口 队伍来到了石定西街 建议大家音量稍稍放小 以免影响住家的安宁 小声归小声 但是还是忍不住 边走边拍边跟领头的照方 还有两位大哥们聊天 其实猴子老公是个超级爱人 大哥说我很想举拍人 我自己是觉得我拿360拍片时 好人看我有时候有些动作会很滑菊 这里是吉顺庙 已是乌图西步道的起点 有朋友说乌图西步道很美 至于怎么更美法 一起来瞧瞧吧 行程一开始我们由淡兰吊桥出发 沿着石定西 走石定西街来到了吉顺庙明德宫 接下来要走乌图西步道沿着乌图西 途中会经过福田区及西边咖啡 最后抵达巨富宫 福德正神庙休息 右边墙上的是石定国小小朋友的创作 即介绍石定地区美景的照片墙 是否激热的 是否激热的 知名区热的 中国洋营 成交错 深入玻璧 平 reliev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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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走到这里要先往左下切 然后贴着乌图西边而行 这里要先过桥再右转 喜欢起始定五街北仪的朋友们看到下段影片应该独陌生 等一下会在巨浮功夫的正神休息补充水分 前面定格路二端继续往上 就可以到小河头街北仪公路 集中机或开超跑的玩家 都蛮喜欢走这段上北仪 离开仙茜茜的一段 巨浮功夫的正神没有洗手间 有需要的要到斜队面 我们现在在这里 接下来要踩北四七一香道 及四分子古道 前往列列坚登山口 这段路距离约6.11公里 爬升363公尺 四分子古道 总长也才2.40公里 所以这段路蛮长的一段都在踩满路 这间就是刚才说到的厕所 打扫得蛮干净的 等一下 到评委老街前 一路上都没有厕所 所以请问一定要善加利用 沿着北四七之一不久 就会到左湾的发家湾 前面大铁门右边就是 四分子古道的入口处 这块就是103岁的 修造乌图窟长寿桥古石碑 右边的是乌图窟长寿桥 左边则是石碧玉古井坛 这种古迹若是通力大神来开 点音率随随便便 都会有三到四万 今天这组的伙伴战斗力都非常强 您看看屁股还没坐下 就已经有人不打算休息要往前冲了 今天若是自己来的话 百分之一百会往右前方的土地库庙去巧合究竟 但是今天是跟着队伍走 就得遵守团队的规则 这让我想起我那张军人的老爸 小时候告诉我有关于他的几段故事 虽然场景不同 但同样都是有身不逢时跟身不由己的感慨 前面这座看起来不起眼的桥 就是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第325片中 所介绍的大蛇的长寿桥 是座昭和四年所建造的古桥 古鸡就跟古董一样 在珍藏者眼中是宝 但是在外行人眼中 就是没用的老古董 来哪都显在文职单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恩前面的向导友是说 爬上猎离间后 是不是一路下到平底了 他笑笑地说 对啊 翻过前面一座山后 就都是下坡了哦 但此时猴子老公果 还傻傻不知道猎离间的厉害 接着他又指着那座山说 那就是越山湖山哦 我们现在走到这儿了 古道的终点在这里 这里出来后要左转往上哦 刚才带队的向导 一不小心带过头了 现在时间接近十一点 太阳蛮大的 许家守护面线在那边 接着要右转才忙 走到四分子五号这一时 要左转往上走 实际步道 实际都很滑 要当心哦 上来后会接到准 旁边还有一间福星宫 一方的转发 二方的转发 当你看到这种建筑石 就表示四分子古道已经走完了 前面右转往下回头 往上的步道则是 今日形成的主角列列列一间步道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吃饭 吃饭 好 这个时候我就要来看看大家都带些什么 开开玩笑可别当真 其实这是猴子老公第一次参加台北市山岳协会 要在山上吃午餐的行程 因为之前参加的A行程 这时都是已经下山 在山下吃午餐了 一时匆忙根本没有准备午餐 在此特别感谢 有之急大四夫妻的热心捐助 让猴子老公不至于饿肚子 台北市山岳协会 真的是太有人情味了 感动哦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 轮到今天的重头戏登场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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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you 赤く前は夏の夜 鳴り響く時間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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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嘴巴で任何誰知から 捱舞的家爺 消費到終了前に 親友だよとか言ってた あいつは高校行ったら 警察し詰めて失格をする 説教マウント有料 ゴミカス上司と先輩 仕事押し付けて歓喜 OK 嘿 気付いたらもう傷だらけ 合わない靴反応性 幸せにならないでいいのよ あなたを手にあかんで ピステリーで行く東京 孤独なる僕を ぐちゃぐちゃに引き裂いてくれ 余計な関わりを持ちたくない僕を 包み込んでくれるから 病んでる街道路 本当に達する今日も 鮮やかな消えさせて 誰かの価値観で 生きたくない僕を 包み込んでくれるから パンパンパラピラパッポ パンパンパラピラパッポ 生きだって生きあって 俺らの一冊技なら どっかで泣か死んだ舌は 掴んでいてね 消えてしまう前に 決まった それから じゃあ 那你就是 我真的要去参加 哦 了了了 猴子老公 下回见